我们真正输在哪?我们到底输在哪? 相信这个问题,每个人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独特见解 这是个很核心,关键的问题,决定着我们研究的方法是否正确 有人说输在人性,输在心态,冲动失控,不按规则乱来缩哈,导致惨被清淡 也有人说输在负一维本质 更有人说输在运势,实际上,所有表面上的观点,其深层次原因都来自于数理上的一个关键词,振服 人性本无对错,成也人性,败也人性,冲动有死,也有绝地求生 导致冲动的深层次原因,则是振服所导致的下风期 此时认为自己的策略不可能会连负那么多手 命重率会那么低,会延续那么久,从而不信邪,不服输 负EV是温水煮青蛙效应,振服则是负EV杀伤力的成千上万倍 比如说,理论上输掉2000元,需要打出20多万流水 实际上,即使全程打一元平住,有能力打出20多万流水 最终只被理论值抽干的人,数凤毛麟角 即使正EV项目打全凯利都有13%的破产风险,可见,振服的杀伤力有多可怕 赌场拥有正EV,为何不怕振服?原因在于,它能拥有无数张台,无数的赌客,无限的资金来平缓,来抗振 有多少人下装,就有多少人下闲 无论那方赢,它都是妥妥地抽水 纵观正EV项目,除了对冲全无风险外 其他的优势玩法,其风险不亚于趋势 即使是手存,赠送打流水,按凯利值进行 有时也会碰到怀疑人生的负震荡 所以,负EV的本质只是我们最终会输钱的原因 而振服才是我们一直输钱的主因 有前辈总结了一句很经典的话 搞定了振服,就等于搞定了博弈 知道了振服的可怕特性 我们还会去搞棘手臂中吗? 还会去设计永不断缆吗? 一切的对抗,军事徒劳,方向不对,努力白费 当连输时,我们知道连输二十手都有可能发生 还会去越下越大,去拼命吗? 当连营时,我们也知道 连胜二十手也有可能 会害怕用部分利润去冲击吗? 略战劣势的赌戏,我们永远只有逻辑上的胜算 有如田击赛马,绝无数理上的必胜 朋友们,大家好 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 希望帮忙点个订阅,点赞,评论,转发 让更多的人看到,帮助更多的人 记得点赞关注哦